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应该是什么样 大家好我是名侦探拳头 说到最聪明的人 在网上一搜就会出现 爱因斯坦特斯拉牛顿 他们都是聪明的人 但是他们都不能算是最聪明的人 毕竟他们都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特别是牛顿这位老兄 这个梗有点硬核 感兴趣的可以搜胡克与牛顿 牛顿的棺材宝快压不住了 那最聪明的人是IQ高吗 事实上世界上有千分之五的人 IQ在140以上 全球可是有77亿多人 那我确实呢 千分之九十五 如果说最聪明的人是 记忆力好以文必答 所以好像最聪明的人并不存在 毕竟人无完人 那换个角度想一下 愚蠢的人和聪明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聪明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属性呢 在奴隶制的古希腊 德菲尔神域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 对就是类似斯巴达三百勇士里面那种神域 神域说苏格拉底是雅典最聪明的人 也是最有智慧的 因为苏格拉底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他承认自己的无知 更重要的是他会提出好问题 并帮助别人理清思路发现问题 曾经苏格拉底就和一个年轻人这样聊过天 小老弟你说欺骗和偷盗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当然不对 那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不喜欢吃药 父亲骗他说药很好吃不苦 孩子吃下药后虽然发现被骗了 但是并被治好 这对还是不对 你说的对 如果有个人疯求了 整天想着拿刀子欺负自己 他的朋友怕他自杀 偷走了他的刀子和利己 那么他的这种偷盗行为对还是不对呢 你说的对吧 不要犹豫 如果你的女朋友最近胖了 他过来问你自己胖没胖 你说没胖 那这算不算是欺骗了 当然不算 嗯 你这寒沙摄影的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苏格拉底著名的追问法 也叫反截法 是西方哲学史最早的辩证法形式 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接生婆 让对方根据自己的思路来回答反驳 在矛盾中认清自己的错误 这是现代心理咨询中 咨询师常用的谈话套路 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 赐给雅典人的一份礼物 我觉得这句话挺自恋 比如说 石层尧 我把自己看作是神送给你的一份礼物 滚 你看吧 苏格拉底这套追问法是好的 但是他怀着旧事之心 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他整天到处找人谈话 希望感化世人 结果他通过这套追问法 让很多贵族高官发现了自己的愚蠢 有的恍然大悟 感激涕 有的认为自己大半辈子白火了 羞愧不气愤的想搞死苏格拉底 后来他们成功了 让70岁的苏格拉底在监狱中 服毒自禁 不过苏格拉底自禁主要也是因为他自己愿意 简单来说就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死 感化众人 后来他的徒弟柏拉图继承了老师的思想 进一步发展出了著名的洞穴寓言 来起立我们人类发现自己的无知 设想在一个地穴中 有一批从小长大的囚徒 所以犯了什么罪也从小就被关着 他们被锁链束缚不能转头 不能转头 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 时间久了这些囚徒就会认为 世界就是影子二维的样子 为什么兔子也是狼角 如果他们中的一个被释放 夹锁解开后能转过头 看到了身后的火光 其他物体逐渐走出洞穴 看到了阳光下的真实世界 我吓了 他就会意识到自己以前所看到的世界 不过是影像 当他看到真实的世界 他的身体和思想才算真正的解放 他会发现自己以前所相信的东西都是假的 他对真实的世界一无所知 如果他像苏格拉底一样同情身边的人 回到他的囚徒伙伴身边 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相信他的走遇会和苏格拉底差不多 因为大多数人不会承认自己的愚蠢 更不会承认自己相信了几十年的东西 居然是错的 他们可能会嘲笑这个从外面回来的伙伴 他们认为他胡言乱语甚至有可能杀死他 毕竟这就是人性啊 哎呦我不是富当东吗 当人面对不了解不理解或者无法解决的事情时 往往蠢人会选择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 所以苏格拉底 伽利略 哥白尼等人 便因为蠢人成为了英雄 柏拉图说 洞穴预言里面的囚徒跟我们人很像 囚徒走出洞穴 面对真实世界的过程 更像是我们人通过知识获得启蒙的过程 好点赞过万 咱们继续科普系列 又两万给全都替平头哦 好 清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